- 大家早安 今天呢是 清明節假期的第三天 也是預估北返車潮會最多的一天 今天! 我們一車四人 準備要南下到 台中的山景Outlet去 所以說今天呢 我預估 我們應該會塞在路上 因此呢 我想趁這個機會來做一個 就是在塞車情況之下的油耗測試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目前我的油量 已經掉在半桶以下 等一下我去把油加滿 加滿之後一樣里程表歸零 然後呢 我們就直接走國山南下到台中去 然後呢 再從台中那邊玩一下之後 在北返 北返的時候預期會塞車 可能會塞個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吧 所以說今天的油耗測試距離不長 但是我們可以去看一下說 到底在塞車在塞車情況下 它的一個油耗表現是怎麼樣的 好那現在我們就出道吧 在 η尻尾尾封 夢想不買 伸出的我希望 我的夢想不買 放在盡上的花火 我會追上去 我會想不買 繼續在這點 我會想不買 我會想不買 我的夢想不買 你會想不買 我會想不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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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キラキラに飾ろう また何年も何年も 時は過ぎてゆくけれど この時はいつまでも 心に余っている 傷つけあいしたてあげた 水溜りに浮かんだ はがなみを立てる OK 現在已經是我們進行油耗測試隔天的白天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我們的儀表板上寫的數據是 油耗是12.9平均12.9公里 然後平均速度是59公里 行駛里程是313.4公里 昨天我們從桃園南下到台中的山景outlet之後 我們接著又去了一趟王公渝港去吃個晚餐 然後接著在北返 北返路線走西濱 然後一直到竹南在街上國山 那昨天因為是連假第三天 所以說我們在北返的時候 終於遇到了我所想要設定的一個情況 就是塞車走走停的狀況 昨天我們從王公渝港上閘道之後 一路塞了大概三個小時回到桃園 所以說昨天的一個回程路況是非常雄色的 那一路上走走停停走走停停 速度真的都不快 那儀表板上會顯示這個平均時速59公里 就是因為我們在南下的時候 其實車流狀況是還蠻順暢的 在南下到台中港的時候呢 我看一下油耗數據大概是落在12.6公里 那麼北返之後呢 竟然還有12.9公里 這是讓我覺得不可思議的地方 我覺得應該是在車子速度不快 但是用不到完全靜止的這個情況之下 車子反而是在一個低轉速低負載座方向下 慢慢的前進 那麼這一次的測試情況呢 我們車場有四個大人 其中呢我跟另外一個朋友 體重都是達到90公斤 而我女友的體重呢當然是秘密 另外一個朋友她的體重大概是在50公斤左右 所以說整台車的體重加起來 其實是有點算是高標的測試標準 再加上我們在山井奧利有買一些東西 所以說重量要再加了一點點 那麼剛剛我去加油站加油 我們加的油呢一共是95plus 然後我們加的油是25.38公升 其實這個油其實是不大準確的 因為呢我有多按了一下 剛剛那個油槍啊就是我以為她很快就跳停 我覺得好像沒有跳停 我再多按了一下 但是實際上最準確的車子應該是第一次跳停 但是沒關係我就大概抓一下 我們用這個25.38公升 然後呢去算了一下 我們除以我們的里程數是313.4公升 我們這樣算出來呢 這一次的油耗數據 如果用加的油量來算的話 大概是12.34公升 那如果說以第一次跳停的這個油耗來算的話呢 我抓大概是在12.5公升 12.6公升左右 跟一標板上這個12.9公升其實相去不遠的 那也讓我對這一次Focus 在這個雍色走走停停的表現上面啊 打了一個很不錯的印象分數 雖然說在前兩次的影片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不管是在我們花東兩日遊 或是說在我們的南部兩日遊呢 都可以看到Focus的油耗在市區跟高速混合的情況之下呢 它的油耗數據大概就是落在10公里上下 但是呢如果是純高速 就算它是在塞車走走停的情況之下呢 它一樣可以是來到12.3、12.4 甚至是12.6的這個油耗數據 我覺得這表現是相當不錯的 可以給大家做個參考 好那這一次的Focus這個塞車 廉價塞車油耗測試 就到這邊結束啦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